蒋万安上任一百天,市政看不见 蒋万安市长上任一百天,市政吊车尾 蒋万安上任一百天,市政稻草人 由赵一祥、颜若芳、林延凤三位市议员组成的台北好政连线 6号上午召开记者会,为市长蒋万安百日施政进行总体检 赵一祥细除蒋万安六大政见 像是安心运生养政策就与原先承诺的不同 还有三分之一女性格言政策也只有两成 我想有六项蒋万当时在选举时候提出的一些重大的政策 包括第一点是这个安心运生养政策 就是针对说照顾我们的这个年轻家庭的 那第二点是针对三分之一女性格言的这样子的政策 第三个是重镇这个易文峰的政策 第四个是轻盈换居政策 第五个是整居容积政策 跟第六个是交通不塞车的政策 第一个是有关这个安心养的政策 其实蒋万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直接提出说未来两成的社会住宅 会给肯生第二胎的家庭优先入住 所以包括曾经有新闻报导过 说蒋万在2022年8月25号有召开所谓的育儿生养政策发布政策会 那未来就是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社会住宅 来提拨这两成的住宅的这个容量来优先给生第二胎并符合资格的家庭优先入住 那租金至少会打个八折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事实上我们后来去跟台北市政府相关的局处去所知之后 获得的回复是完全违背当时的一个政策理念 包括他直接提说未来这所谓的生第二胎的家庭 并不是以这所谓的预留这个两成的社会住宅给他们 甚至于让他们优先入住 甚至于帮他们打折扣 而只是让他们加签就是你今天你台北社会住宅 你用抽签的方式 如果你有生第二胎的话 那只是给你加签 蒋湾的这个内阁小内阁成员的一个发布之后 我们查见说他不但是远低于三分之一 甚至于比过去的市长还要低 那这个是蒋湾市长蒋湾市府自己的一个计算方式 他说我们已经达到21.43了 还沾沾自起说这个是历届最高 那对不起这个你就具体打脸自己了 因为确实你当时说三分之一 现在你说21%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 但是后来我们细查过往的资料 发现说如果按照同一个计算方式的话 他的女性内阁成员比例 其实不过是跟柯文哲一样多 甚至于比好龙兵在第一届的时候 第一任的时候还要少 市议员林延峰表示 蒋湾上任百日以来 重大施政方向没有轴线 施政让市民无感 而议会即将开议 市长应该花更多的时间了解市政 不要辜负市民的期待 他当时讲这个长照三件 后来公布的这个长照三件 他在选前的时候也一直讲说 台北市的量能不足 但是我们其实调阅 我们这个卫生局的资料 其实发现说 他在长照三件完全没有骑程 那这样子对到时候要执行来说 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没有骑程 那只有一张A4纸 就想要来跟议会要预算 那我觉得 你看我们调了资料 然后问卫生局 然后问他说 那你针对这个长照的计划 长照关怀计划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什么意见 有没有什么规划 那他们 他们就只有回答说 本局辖管的这个长照 第一件跟第二件 然后长照三件呢 是属于市府的重大政策 目前的规划也没有定案 这个时间其实是在3月8号的回文 那其实当时都已经就任超过两个月以上了 卫生局回复的内容还是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 要做什么 结果后来卫生局长 还有蒋万恩就禁止的公布说长照三件的内容 那你这样要怎么让市民朋友去相信说 你未来是真的能够做得到 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 6个月以内 你们就要设置500床 那你的预算 然后你现在缺工缺料的状况 你在联一的系统 你要怎么样去增加这500床 你必须要说明清楚 市议员严若芳则指出 近期各家媒体针对六都进行民调 不管是施政满意度还是六都光荣感 台北市都最后一名 且罕见出现没有意见的比例 高于满意的民调结果 为什么在这最后一名 其实刚刚有讲到说 不管他开了很多的支票 但是发现不管是预算 或者是规划几乎是零 再加上他开的这些证件 有跳票的 也有即将跳票的 那我觉得总规 其实来看 就是为什么蒋万安市长 他的民调会在最后一名 第一个存在感非常的低 毫无存在感 那甚至呢 连蒋万安市长 他的施政满意度 这是TVBS所做的施政满意度 没意见居然可以比满意度还要高 这是应该是少数的市长的民调中 没意见真的就表示说 我也不知道市长在干嘛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做的好不好 我觉得就没有意见 就表示市长的存在感非常非常的低 居然42%破四成 然后满意度 蒋万市长满意度在TVBS做的 他的满意度是四成一 但他的没意见是四成二 这是应该是少数的市长里面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总规第一个 他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严若芳认为 蒋市府施政白日 完全没有新的政策 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希望未来三年 施政满意度和市民光荣感 可以从六都最后一名往上 让大家感受到台北市在进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好